中國戲劇最高獎梅花獎得主 著名的京劇老生演員瑪麗 將在灣區舉辦自己的首個 瑪麗京劇藝術節 梁秋玉帶大家瞭解詳情 這個片段是瑪麗最新創作的秦皇長城 瑪麗是中國一級演員 中央戲劇學院老生教師 曾拜著名京劇名家馬常理為師 主攻京劇魚派和洋派 瑪麗說京劇藝術是集中國五千年文化歷史 為一身的古老藝術 是傳承中國人行為和精神的一個劇種 不過學京劇也是一門非常苦非常難的藝術 除了練唱還有肢體動作練習 孩子們從小像我從小九歲十歲學習了這門藝術 我們首先要讓我們的肢體 讓我們的身體肌肉對這門藝術有記憶性 因此我們每天都要踢腿 壓腿 穿跟筒 打靶子 做很多的一些機械性的舞台上的一些 怎麼說呢 機武功的一些訓練 他說京劇老生多體現帝王將相之美 儒雅之風 例如扮演漢高祖劉邦 康熙大帝等 作為年輕一代 為什麼瑪麗仍會喜歡京劇藝術呢 因爲什麼 我總相信一句話是叫反譜歸真 在人的物質生活 在人的精神生活到達一定程度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種心靈的回歸 思想的回歸 和我們民族信仰 血液的一種回歸 瑪麗曾來過灣區數十次 受到很多灣區稀有的尊重 甚至包括其他族裔觀眾的接納和認可 他說雖然灣區以科技著稱 但各國文化氛圍也相當濃厚 雖然有很多的朋友說 這一邊是高科技的土壤 是一種現代文化的土壤 但是我想這邊更加也需要 像我們這種各民族 各個國家 傳統文化相互交融的 這邊我覺得更像是一個聯合國的這種氣氛 為了傳承中華文化 弘揚京劇國粹藝術 在灣區旅美戲劃大師段昭南先生的支持及協助下 瑪麗將於本週末一連兩天 在南灣Cupertino Dianza社區學院劇場 舉辦在北美的首個瑪麗京劇藝術節 我們的意義在於 我是一名演員 是一個個體 但是我相信在美國是一個彰顯個人魅力的地方 我想通過我個人的魅力 個人的一些付出和努力 能夠把我們的祖國 我們的傳統文化 我們中國優秀的文明 能夠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 然後再傳播的更遠 26台記者梁秋玉的採訪報導 lasts幾 Strand 暗 sperm 是